来到股东前查的现场 接下来电话连线请教的是分析师张家豪 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 电子股科技股 接下来的走势观察的指标就是台积电 那你之前说台积电重要的关卡是505块钱 昨天是再度的505块是昙花一现 但是没有站上去 所以电子股难道反弹都是站在卖方吗 好的 我们简单解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的观察是在505到518 518是去年的低点 505是跌破518低点之后 所做出来的第一个反弹 如果它能够突破505到518的话 其实它才能够去扭转目前的一个下跌走势 好 接下来要请教阿豪老师 现在这个资金看起来就是往生技股来跑 如果说强势的指标看到的 就是生技股往6446的药华药 药华药虽然最近没有大涨的 这个走势但是却是缓步的往上来做攻击 昨天加权指数的强谈 资金转到一些跌深的电子股 但是药华药昨天还能够创高505块钱 今天继续要来挑战的是500元的关卡价位 所以如果生技股的股王能够撑住的话 是不是生技股接下来还是可以偏多来操作呢 好的 在生技股的部分 其实目前是会把它归纳成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之前大盘比较不好的6月份 上半月的时候 其实它部分的资金都转向比较生技股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再观察它接下来7月 也就是这个生技1月份 它能够持续再去做一个往上攻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多去做一个留意 那我们就以6466的这个药法药 它当成是一个指标 如果它能够持续再往上去做一个公高 它目前是刚好遇到这个500块钱的整数关卡 它能够再去做一个公高的时候 那如果说市场上对于这个电子股 因为涨这个电价的一个杂音会比较重的时候 那我觉得在生技股的部分 就会变成是大家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所以我们在生技股的部分 我们举了两档 那分别从它的架构为各位来做一个剖析 第一档就是在一季就五的美食 一季就五的美食 我们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其实它今天已经又在创下的新高点了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势的去做一个创高呢 我们从技术层面来看 其实它满足了几个条件 第一个它突破了这个下降切线的部分 我们看字卡会比较清楚 它突破了这个下降切线 之后它一直沿着这个5MA 持续再往上去做一个攻坚 并且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 其实它的KD是在50以上 这个是属于多方控盘的力道 在MACD的部分 它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再零走以下 所以像这类型的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基期 比较攻击性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要切入的话 要去留意切入的这个成本优势 我觉得用5MA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 那另外呢 是一个比较低基期的 那就以4743的合一为代表 4743的合一 它也是突破了这个下降切线 对 老师如果从日KD的角度 会觉得说合一的股价好像是开始走弱了 因为它连续两天股价是拉回 目前是回测季线 相较于很多的这个制药股 这个股价持续的往上攻 它今天的表现相对是弱势的 对 没有错 在日线的部分确实市场上会有预期 像之前它那个药证到底要不要去通过 有一点压保的那个意味存在 那如果说不想压保的 可能就会至今先做一个投回的动作 但是我们从这个周KD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整个轮廓 会比较清楚一点 在周KD的部分 它同样是突破下降接线 占上5MA 其实它目前是被压制在这个20MA 也就是在这个20周均线的部分 如果说它有一个消息出来 用跳空的方式去突破这个5MA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类型的一个股票 它接下来的爆发力 就会非常的一个强势 所以老师你建议像这个生技股 有一些指标股 逢拉回找买点的意思吗 逢拉回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 这个是我们在技术分析里面 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 如果它逢拉回 但是没有站上5日均线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用急着去做一个切入 好 那另外要来请教老师 最近都是题材股表现非常的热 元宇宙相关的题材 宏达电今天要来发表 新的元宇宙手机Vivers 现在对于元宇宙整个生态系 相关的题材股 其实表现还是非常的强 宏达电和卫素 其实现在股价还是强过大盘的 现在走的是不是一个 所谓嘎空的题材股价涨了这么多 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点点上冲下息的味道 卫素刚才一度是攻涨停 现在涨幅是收敛了 卫素的卷资比超过了7成 宏达电卷资比有4成 会持续的嘎空吗 还是说在宏达电新手机出来之后 也许股价接下来就会开始有压力了呢 其实它的股性是比较属于一个比较直向的 比如说它涨可以直接涨到了97块钱 但是它跌它也不会跟你科技 直接从97直接跌到了42 跌掉了5成以上 但是当它又突破这个下降切线的时候 一口气又涨上来了4成 所以会不会有这个嘎空的题材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确实是具备这样子的条件 但是如果说这类型的一个股票 其实它强的话 它是一口气直接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但是它在下修的时候 它也不会跟你客气 所以要去切入这类型的股票 一定要记得让自己有这个成本的优势 好 谢谢这个安豪老师 盘面上针对生技股 针对元宇宙相关的题材股 今天表现其实是强过大盘的 而且是持续短线的资金在挹注 怎么做操作观察的指标 也提供给投资朋友参考的建议了